我们今天呢 要将整个清原子能界把它解决掉 OK 基本上我们上次已经用最古典的方式 整个从头解到尾 OK 解完之后稍微讲一下它可能的关系 今天呢我们要从很类似的地方开始 但是呢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解这个Symbol Harmonic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 传统的 对不对 全部都解完 第二个用什么 用Operator的方式 对不对 我们清原子能界传统的解完了 现在紧接着呢 就是Operator OK 要让大家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呢 花一点点时间来运作几个东西 OK OK 我们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 OK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 我们写个Shorting Equation 这个是Time Independent Shorting Equation 其中的Potential呢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很General Case 我们没有加上什么奇特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对一个清原子能界而言的话 基本上我们这个球对称的东西 它的Potential是球对称 所以 我们现在呢 就从球对称的这个眼光上面来看 OK 我们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这里面呢 现在我们要做几个符号 请大家呢 把它记住一下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呢 跟R有关系 这个部分写个 槽写的大R 里面呢 跟着我们的R有关系而已 然后后面呢 然后后面呢 加上 1 over R 平方 后面这边呢 我们就写个槽写的L 的平方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OK 我们把这个记下来 当然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关系 这个 等于下面 对不对 后面这一大串 等于这个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有第一个了 我们以前呢 每次在解这个平方程的时候呢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个什么技巧呢 我们用变数分离法 对不对 变数分离法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开始来使用变数分离法呢 我们就说 Lat Psi呢 我们可以写成两个东西 请记住 大R 记住这个大R的本身呢 我们并不是槽写的大R OK 所以请大家记住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跟R有关系 然后后面有个呢 Y呢 是跟θ 跟φ有关系 这个是什么 我们第二个式子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习惯就把第二个式子 带入第一个式子 那除以第二个式子 只是这样一做的时候 我们发觉前面这么有个西数项 这么有个西数项 我们希望把西数项也把它简化一下 把它移到后面去 所以我们呢 再乘上一个西数项 我们要把它除掉嘛 OK 那 抱歉 这边我把它写成μ好了 因为我们是在 是在相对的坐标上面 OK 2μ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个R平方 有个R平方 好 那后面这边有个R平方 所以假如说我们也把R平方 后面这个 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ISO累起来 我也R平方把它 乘掉还是除掉 我看一下 乘上R平方 或者是除以R平方 乘上R平方 OK 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这样子一做了之后呢 我们看看 这个带来这边 带来这个里面 记住这个已经除过去了 已经除过去了 在这边已经除掉了 所以我们只留下一个 我看看 负的要不要整个把它除过去 负的整个把它除过去好了 所以这边加个负号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就不见了 就剩下两次方微分而已 所以把这个带进去 除以它自己 这个带进来的结果 你发觉 这边微分子对R微分就是它 所以会多于一个 当你要除掉它自己的时候呢 多余的这个会被除掉 只剩下这个留下来 所以呢 我们这边啊 就会变成怎么样 变成几个 第一个 R平方 因为我们前面乘上R平方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大R 所以呢 大R要作用在 这个 不吵写的大R 除以 不吵写的大R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干脆我既然有颜色就麻烦 颜色好 这样子好 这样起码你比较了解 所以这个的本身是operator 它并不是一个函数 请你记住 这是个operator 好 再来呢 再来是后面的这个 对不对 这个呢 R平方已经成掉了 所以没了 那么 它就会变成为什么样 它叫做L 大L的平方 但是呢 它后面呢 因为我们这带进去 它只对这个作用 所以呢 我们这边写个Y 再除以自己 所以就是Y在这边 那我们前面只是把这两项 这个作用完 那这两个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位移啊 移过去 这移过去 是不是一减掉VR 我们这又乘上这一大串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会变成怎么样 负的2μ over h bar平方 R平方 R平方 1减掉VR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呢 整个都跟R有关系 这个呢 也跟R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这边有R 这边有R 这个呢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这个是跟φ有关系 那我们干脆把它两边拆开来 我们不是要分离吗 变数分离吗 就把它给分离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就变成那个样子 好 这一支离完之后 我们就发现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 将整个变数分离 右边只跟φ有关系 左边只跟R有关系 好 那既然两个都是这个样子 那干脆我们就大胆一点 假设 他们两个人 共同都等于某一个东西 等于某个叫做大λ 这是浪达的 这是浪达还是gamma OK 等于这个样子 那它是什么 它是unnorm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晓得 to be determined 你要想办法去解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起码到了这边 我们就非常成功了 将这个equation 变数分离 我们就把一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分解成为 两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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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第一个分离出来的equation 第三个实质 然后再来一个呢 就是我们 to theta 和 theta 和 phi 方向的 我把它写出来 我把 theta 和 phi 把它写出来 我把 theta 和 phi 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看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看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 OK 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 而且呢我们要透过呢 我们所之前所学过operator的那些运作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把它解出来 好 所以呢我们呢从这边先暂停哦 我们开始在右边呢 会做一些复习 OK OK 好我们上一次呢 应该说上次考试已经考完了 就是我们有个angular momentum 比如说这一次呢 我先这样子写 这个是我们古典的angular momentum 就是坐标cross momentum 线性的moment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就说Lx呢 可以写成为 YPZ-ZPY LY呢 就等于Y点ZPX-XPZ Lz呢 ZXY XPY-Y YPX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很连续的这个图谱出来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第五个词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知道 我们原先就已经知道了 X跟P当中的operator的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XI PJ 好了 我们会等于什么 IH bar Delta IJ 对不对 只有两个一样的 它才会有 当然啦 假设你XI XJ 它永远都等于零 Pi PJ 它也永远都等于零 这些都是以前的 都已经教过的东西了 这第六个词子 我们很快的复习 那么L呢 也有很类似的现象哦 Li Lz 它现在呢 各位看看哦 Li Lz 这边本来是一个X 一个是P 但是这边已经变了 变成Li 或Lz 它会等于IH bar Y I J K L K 好 这个地方呢 I是什么东西 它可能是XYZ的分量 对不对 Lx Ly Lz 都可以 但是这边会等于IH bar 等于LK 也就假设这边是I J 这边一定是K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Aption IJK 是什么 Aption IJK 指的呢 就是一个循环 I J K 假设你是顺时钟的循环 就是正 正 E OK 逆时钟呢 就是负E 所以呢 你看看 我们这边是I J K 假设呢 是这个顺序的 IJK 那么它就是正E 它会等于LX LY 会等于IH bar Lz 所以假设是Y LY Lz 那这个一定是什么 LX 对不对 反正你就是跟着它旋转就对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就很好记 就可以把它背起来 再来 我们有定义L平方 L平方就是各个分量的平方相加嘛 所以呢 它会等于Li 它跟每一个L平方 跟每一个单独的L当中的commutator 通通都等于0 或者是个别的平方也通通都等于0 这个上市做过吧 是不是 OK 好 所以呢到这边为止呢都很简单对不对 都很简单 我们也定义了 假如说直接把XYZ 我们把它转换到球座标来 球座标 那你是不是可以得到X 等于什么 IH bar Sine F Partial Partial Theta 再加上 Tenget Theta Cosine Cosine Phi Partial Partial Phi Ly呢 你可以写成负的IH bar Cosine Phi Partial Partial Theta 剪掉 Cotangent Theta Sine Phi Partial Phi 以及最后一个 OK OK 这是我们第八次 这个大家都没做过啊 对不对 这个应该都没做过了嘛 对不对 好 我记得这个没有做过 OK Homework OK 这很简单 反正你就把P带进去嘛 对不对 P带进去 但是P里面 你要把它转换成为球座标就可以 OK 好 有了这些 那么我们晓得L的平方呢 可以写成什么 本来的基本定义就是这样 在我们这边呢会等于FuH bar 平方 请注意 它可以写成L平方 这个就开始很重要 L在哪边 这个抄写的L在哪边 在这儿 就是这一个 我们叫做抄写的L operator 现在呢 我们将这个以前所学过的东西转换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计算大L的平方 请你记住 这个我干脆把它写 正一点点 OK 这样子 大L平方 我不要写一个圈圈在这边 免得让人家误解了 这样子 它就开始出现 它跟这个 超写的L平方 跟大写的L平方 通常只差一个FuH bar平方 OK 请大家务必要将这个东西啊 记起来 OK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样子一来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第四个式子 跟这个会有关系 因为第四个式子呢 前面有个超写的L 的operator 对着这个作用之后会变成它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呢 基本上 是我们要找的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 第四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哦 它是超写的L平方 我们把它 超写L平方 是不是 这样子好了 这边 前面有个FuH bar平方 我干脆把第四个式子啊 前面乘上FuH bar平方好了 FuH bar平方 第四个式子 所以第四个式子 是不是变成FuH bar平方 然后它是超写的L operator的平方 乘上Y 要等于怎么样 那边本来是Fu的大Lambda 对不对 现在变成怎么样 我找个蓝色的 OK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我们一看呢 大家都有H bar平方 杀掉 OK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动一下 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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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大L了 杀掉就没了 所以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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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太快了 杀太快了 好来 这个不行不行 所以这个会等于什么东西 大L 对不对 所以 大L 好了 这个是我用这个好了 好不好 来加强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等于这个式子 这个 就是我们第十个式子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要开始把它整理一下 我把这边全部都把它怎么样 写小一点 我要把很多东西塞在这边 那两个 三跟四 那那那那 这是第三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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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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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第几个式子 第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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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L平方 可以写成为 负的 H bar平方的 槽写L 的平方 这是第几个式子 第九个式子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第八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呢 就可以进化成 最右边的 最右边的那个式子 最右边的那个式子是 大L 平方 Y 等于 这个是我们第几个式子 没有编号 第十个式子 OK 有有有 这边有第四个式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要做之前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在 做Simple Harmonic的时候 我们Operator 怎么运作 我们呢 一定要先 想办法建构出 一个Rising 一个Lowing Operator 然后我们怎么 把东西跑出来 我们就假想 什么地方是最低阶 Empty的Space 你把它漏下去 它一定是零 对不对 然后从这边开始 一路往上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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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用类似的东西 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往上加 什么东西往下加呢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呢 从这边开始 好 我们来建构几个东西 同时 再帮大家复习 就是L 加 我们这个怎么定义 这个已经讲过了嘛 已经考过了嘛 对不对 LX 再加上ILY OK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第八个式子用进来 第八个式子在这边 这么一大串的东西 用进来 会变成 Exponential I 5 Partial Partial Theta 再加上I Cotangent Theta Partial Partial Phi OK OK 我们再定义一个 L- 它等于LX 减掉ILY 所以把第八个式子带进来 我们就等于负的H bar Exponential I5 Partial Partial Theta 减掉I Cotangent Theta Partial Phi OK 我们有这几个 这是第十一个式子 OK 我们要知道一下 它的一些基本的运作规则 这两个 一个正的 一个负的 到底有什么好处 OK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看看一下 由这边呢 假设我们把两个相乘起来 我们看看会怎么样 L正的 乘上L负 这两个operator 互相运作之后 当然就等于这两个相乘啊 所以我们直接写LX 再加上ILY 乘上LX 剑掉I LY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整个展开来 它可以写成四个项 LX的平方 再加上LY的平方 再加上I的LY LX 剑掉I的LX LY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OK 好 那我们要是仔细看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前面LX的平方 再加上LY的平方不动 后面这个I提出来呢 就相当于LY跟LX的什么 Commutator 那一般我们不喜欢把Y写在前面啊 干脆把它颠倒一下 LX LY 当然前面就要变号了 变成负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东西 抱歉 这个我写错了 那假设我运作 把L-的放在前面 L加的放在后面 它是不是可以得到类似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非常快速的 我们就可以这样怎么样 这个 剪掉这个 是不是相当L加 对L-的 的Commutator 这个 剪掉下面 这个剪 这一剪呢 前面这个通路都不见了 前面这个通路都不见了 就是剩下后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会等于什么东西 负2 i LX LY 好 LX LY会是什么东西 各位 请看这边 LX LY的 Commutator 会等于什么 I H bar L K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嗯 这样子 -2i 乘上 iH bar Lz 对不对 所以 I呢 相乘等于-1-2-2 得正面2H bar 的Lz 哇 原来它有另外的这个功能 OK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两个呢 叫做第十二个式子 这个叫做第十三个式子 OK 我们将它呢 稍稍微啊 写一下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两倍的H bar Lz 这是第十三个式子 一样化 一样化呼噜 你既然有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排列组合 Lz 看起来很特别 我对L加 运作 它会等于H bar L加 那相反的 干脆这样子 好了 我这边我不要把它写成两个 我把它写成一个 L的正负 那么它就会等于什么样 正负H bar L正负 OK 它可以等于这样子 然后再来一个 L平方 对 这一个呢 会等于L平方 干脆不要这样子 写一个简单的式子就好了 它会等于0 这两个 叫做四个式 OK 所以这些都非常快速的 你把它带进去 噼里啪啪就全部算完了 这些没有任何问题 OK 还有一个待会我们可能会用到的 刚刚是这两个相减变成它嘛 对不对 假如这两个相加呢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边是减的嘛 所以我可不可以在 后面挤一个东西 用黄色比较容易看到 这个是什么 Anticommutator 对不对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两倍的Lx平方 再加上Ly的平方 这个是第15个式子 OK 那事实上呢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L平方 除了这样子写之外 L平方呢 也会跟L加L减 会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再运作一下 L的平方会等于什么东西 L的平方不就是 Lx平方加Ly平方加Lz平方吗 对不对 这个前面这两个 Lx平方加Ly平方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加上这个 这个加上这个的话 这边有两 有Lx平方加Ly平方 后面这个杀掉 它是不是刚好二分之一的 这个加上这个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它们有Lz平方 OK 所以我们这样排来排去啊 我们会变成什么东西 在这边稍微做一下 L的平方 这个定义是先写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刮呼起来 告诉我们 它是这样子的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L加L- 就是前面的第一个 加上L-L加 只不过前面要二分之一 再加上Lz的平方 对不对 Lz的平方 好 这个我们怎么运作 我们前面已经有过 两个commutator relation 在这边 L加L- 第四三四 对不对 第四三四 因为啊 L加L-的commutator 事实上就是等于它这个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L加L- 会等于两倍的H bar Lz 所以你把它展开来 L加L乘上L- 剪掉 L- L加 会等于两倍的H bar Lz 好 我们看起来我们要保留谁呢 好 假设我们先把这个变掉 L- 这个是L- 乘上L加 L- 乘上L加 在这边 所以这边是加的 我把这个E过来就变加 然后这个E过去 那它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L- L加 可以写成为 L加 L- 减掉两倍的H bar Lz 对不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把这个 带进来这边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L的大L的平方 会等于二分之一 这个L加 L- 再加上这个 这个不就是这一串吗 它是不是也是等于L加 L- 减掉两倍的H bar Lz 再加上Lz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呢我在运作下来之后 这边有两倍嘛 二分之一 刚好抵消掉 这边有两倍 二分之一 刚好抵消掉 这边呢 Lz平方保留 诶 我L平方还可以这样子写 因为L平方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还可以写成什么样 L加 L- 减掉 H bar Lz 再加上Lz的平方 当然了我们刚刚保留的是 上面后面的这一下 不 我把这项变掉保留前面 我可不可以把这项变掉保留这一下 当然也可以啊 对不对 反正这只是个游戏而已嘛 所以是不是我也可以等于另外一个 L- L- L加 放在这边 那后面呢 它就会变成 加上H bar Lz 再加上Lz的平方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们称之为第16世的地方 OK 算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目前为止 都还只是个游戏 对不对 我们只是在建构一些东西 我们不晓得要这些东西干嘛 事实上是我们在解的当中呢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就去想办法 找到它的关系式 只不过 我们把它凑起来 这样子 初步看起来会比较简单 好 我们知道Lz呢 它是等于-iH bar partial partial phi 这我们事先本来就已经知道了一件事情 我们要求这个operatorLz 它的 eigenfunction 跟它的 eigenvalue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词词来求 当我们把它丢进来的时候 左边的这个词词会更进一步的 写成这个样 那么很快就可以解Win方程了 这只是一接嘛 对不对 Win方程一解 一解完之后呢 上次已经解过了 它可以写成这样 它会跟你 eigenfunction本身呢 会跟m的整数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它跟phi有关系 前面 eigenvalue 会跟mH bar right 就解完了 所以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 第十个词词呢 可以再怎么样 稍稍微 它这个是这样子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整合进来呢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整合进来呢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L 平方 Lz 呢 等于零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L平方跟Lz有个共同的本整态 有intrinsic eigenfunction 有intrinsic eigenvalue 有intrinsic eigenvalue 有intrinsic eigenvalue 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用Y 来表示L平方的 那边是用Px 来表示Lz的 eigenfunction 是这样两个一样的 那我这样子 为什么不把它集中在这边呢 它会变成什么样 Lz Y 等于 M H bar Y 这个是D 是七个式子 为什么不这样子呢 诶 但是我们又仔细一看 发觉很好玩哦 这边假设 既然是跟M有关系 它 eigenfunction呢 有很多种 eigenfunction 假设我先将M放在这上面 那 因为这边有 eigenfunction 在这边也把它加上M 对不对 你有这么多种 eigenfunction 每一个 eigenfunction 你给个index 给个标号 叫做M 它跟着Lz 前面的 eigenvalue有关系 就是M OK 好 那我们终于现在啊 开始要来看看 假设这边有一个线索 重要的线索 是这两个集合而成 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边 把Y的解呢 完整的把它解到呢 还有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们引入了这个大lambda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能不能也把它解到 那这个大lambda跟小M的关系 又是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那我们呢都要一步一步的 把它求解出来 那我们怎么求解 我们怎么开始算呢 我们要做以下的几个运作 OK 第一个 我们整理的东西都在这边咯 我们要从第17次开始 我们要是在前面呢 用个L plus 对它运作 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OK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L plus 运作在第17个式子上面 那我们是不是L plus L plus 17次的主是Lz Y M 等于什么东西 M H bar Y M 这是第17个式子 所以我们这样一运作之后呢 这个是不是L plus Lz Y M 对不对 要等于什么 L plus M H bar YM M H bar 是什么 它是Igon value of Lz 所以它是个时数 我们跟operator当中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M H bar L plus YM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是那个地方 这个呢 我们要怎么做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做一些游戏啊 我们看看这边 我们这边有个Lz 跟L正负 的这个关系是在这边 就像这边有个L正 作用在Lz上面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稍微把它展开来看一下 好不好 144里面 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讯息 Lz 反正现在是L正嘛 对不对 我就放L正 它要等于什么东西 正的H bar L正 所以这个是不是等于Lz乘上L正 游掉L正Lz 要等于H bar L正 所以我们那边是什么 是这个 L正Lz L正Lz 所以呢 L正Lz 是不是就等于Lz L正 游掉H bar L正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刮弧 Lz L正 游掉H bar L正 Y M 好 一个一个apply进来 一个一个apply进来 这个apply进来 我们会得到Lz L正 Y M 好 所以第一个没有问题了 第二个apply进来 是不是等于负的H bar L正的Y M 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这个等式呢 是从这个开始 这个一直等到这边 这个呢 也等到下面 一直等到这边 那是不是这个 跟上面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Right 好 那我们呢 就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是不是上面呢 是MH bar L正 Y M 等于右边这大串嘛 Lz L正 Y M 减掉 H bar L正 Y M Right 好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这一边呢 大家呢 你看看哦 我这边 要是我把它做个刮虎 你发觉刮虎里面都是一样的东西 没有什么改变 刮虎里面都是L正Y M 那你整理一下 那你整理一下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因为这边是MH bar 这是H bar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Lz L正 Y M 刮虎 刮虎 这一次 等于这个加上它 这个加上它就是M 加上E的H bar L正Y M 是不是可以变成这样 是不是可以变成这样 这样子一来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说 L正Y M 的这个呢 这个函数呢 也是Lz的 Igon function 只不过 它的Igon value 变成M加1的H bar M加1的H bar 假设我们跟原来的来比对一下 原来的在哪边 原来的在这边 我把它单独写出来 我们把它稍微写一下 把原来的这个式子写在这边做个比对 Lz 假设这边只是Y M 对不对 等于M H bar Y M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时候我写Lz 这个地方会变成M 加上E的H bar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 假设Lz 假设Y M 是Lz的Igon function 它的Value Igon value就是M H bar 你会发现这个M Y上面这个M 跟这边这个M是一样的 那我可不可以这边写Y M 加E Y M 加E 是不是 诶 这样子看起来蛮好玩的 好像开始有点点关系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 这个东西 它是在做作用什么 Lz 不过 一批的在这上面呢 也是它的Igon function 只不过 你要 从M接 升到M加E接 上面 同时Igon value 从M 变成M加E 对不对 OK 所以说这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 我可不可以再做一次 我把它给个编号 好吧 这个给个 第17 因为前面我还有编号 前面这个先不编号了 刚刚说到哪 这个 我先按照我笔记上的编号 好不好 好 我把它叫做20 这样免得我到时候超到一半呢 整个都乱掉了 好 我刚刚已经运作了一次在Lz上面 这样子 我再运作一次 我将Lz呢 L正呢 再对第20个式子再运作一次 就这个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L正 后面是什么 Lz L正 Y M 等于 M加上E的H bar 然后呢 L正 的平方 因为我运作两次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 对不对 那这一边呢 我能做什么处理 这边有个L正平方 我希望能够想办法把它颠倒过来 变成L正平方 两边都一样 所以看起来呢 我眼光必须专注在前面的这两个 L正Lz L正Lz 又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再apply上去 这个呢 L正 不不不 它会等于Lz L正 然后呢减掉H bar L正 最后再对L正 YM 对不对 我们运作一下 你可以发觉它会等于Lz L正的平方YM 这个 这个 带来这 带来这 好我将我熟悉的部分先把它夸虎夸起来 那么我又变成我想要知道的很重要一个声音 Lz 最后再 L正 平方YM 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 是不是等于这个 加上这个 这边有M加1H bar 这边有H bar 所以会等于M加上2的H bar L正的平方YM 哎 你看看 这什么意思 这是说 假设我要更进一步 Y的M加2 它的Igon value 就是M加2H bar Y的M加2 哎 是不是跟它一样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在运作两次在YM上面呢 你还是它的Igon function 只不过Igon value变成M加2加H 增上H bar 如此而已 所以呢我们这个一直的重复下来啊 哎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这样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复 所以假 最后你是不是可以得得到 假设你重复了几次 重复了伽玛次 伽玛次 伽玛次 OK 的YM 是不是等于M再加上伽玛 H bar L正 达玛次 达玛次 的YM 对不对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假设这个是第二十二次 我们是否就可以这样写下来 right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将这个地方啊 稍稍微把那个式子呢 再把它抄过来 所以我们会有写在这上面 所以我们会有写在这上面好了 Lz L正的 L是二十二个式子 OK 我们刚刚做的呢 是如何把L正 Action 作用在Lz上面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再做一次 把它Action 作用在L平方上面 可不可以 我把它作用在L 我把它作用在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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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